喜欢他的人视他为战神 厌恶他的人满脑子下拳 辉煌无法被复制 锋芒无法被阻挡 这种来自泰国的白脸 腿弓霸道 炉火纯青 他的技术让你叹为观止 他的风格让你欲罢不能 血雨腥风去写他的传说 年少成名不忘最初本心 这把锋利无比的宝刀 在泰国完成了锻造 沿着冰冷的海岸线 狠狠插入了日本东京 踢断银囊勒骨 好多大奖赛的王者 他可以是田间地头的素林农夫 也可以是格斗擂台的杀戮机器 冠军可以有很多 但英雄却只能有一个 而泰玄王子波球 就是这个时代的英雄 曾经K117的四大天王 现如今三位老兵全部凋零 只剩下41岁的波球 还在凶险擂台孤军奋战 因为他曾经说过 我之所以还在擂台征战 就是为了维护 我们那个时代的尊严 如果你想知道 年轻时的波球究竟有多强 那就看完今天的故事 这一期的视频 将会带大家一起回顾 泰玄王波球的成名之战 看他如何在一夜之间 连续击败三名顶尖高手 故事要从2002年说起 这一年是K170公斤级的元年 赛事方设立了K1 WorldMax 从全世界各地的高手当中 选出羁押群雄的最强王者 从此所有全民的目光 不再是人人和武器的重量级 如果说重量级的比赛 是讲究一拳定音的绝对力量 那么70公斤级 这个黄金级别的比赛 更注重全手们的综合技术 当年Max锦标赛的规则 要在一个晚上之内 通过四分之一决赛和半决赛的较量 最终来了当晚的总决赛 所以能够杀到最后的决赛 双方都经历了两场比赛 每个人几乎都是游相见底 这也是对选手体能的极限挑战 2002年的首届锦标赛 荷兰男孩克劳斯 半决赛中战胜了摩沙豆 又在当晚的总决赛中 打败了泰国伦皮尼冠军考篮 成为了K1Max的首届冠军 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擂台 克劳斯出道仅仅三年 就为日后入选四大天王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投名状 2003年的第二届锦标赛 摩沙豆在总决赛中成功复仇 通过战胜前冠军克劳斯 成为了这一届的世界冠军 而此时的波球 刚刚在伦皮尼丰田杯中 战胜了日本选手成为冠军 表本并没有打算参加K1了他 却被临时通知替补上阵 代替了泰拳排名第一的选手 这一次的日本之行 对于生面孔波球来说 不仅意味着兵与火的历练 同时也意味着事业的重生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波球遇到了绰号枪手的维恩 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 16岁参加职业比赛 17岁成为全国冠军 20岁直接来到泰国 不仅接受了最正统的泰拳训练 还在这里娶了老婆生了娃 此战之前保持了六场连胜 题外话 他的老婆安德拉 也是一名泰拳冠军 他的女儿长大之后 也在澳大利亚成为冠军 他们一家子都是冠军 好了回到故事主线 四分之一决赛也正式开始 文恩率先扫腿 波球就后发制人 刺刀弯了正灯 也打断了文恩的进攻 文恩再次踢出高扫 波球在后仰闪躲之后 快速回敬立发低扫踢 文恩被激动之后 一向波投点头示意 这一招劲还挺大 可以看得出来 两位都是擅长腿法的高手 不断地呼唤着高低扫踢 都始终保持着放松状态 在首回和快要结束时 文恩突然一个上步 打出了一套组合拳连招 好在波球的下巴足够坚挺 硬生生地扛下了这波伤害 第二回合开始 文恩先向后撤步 迫使波球这边放松了警惕 但紧跟着文恩快速推动了前进挡 想要估计重施 打出连招 但是这次的波球早有防范 双手护头的同时 还不忘单手接腿进行反击 三个会合的较量 双方依旧是不分宣置 裁判只能安排了一场加赛 这次的双方一上来就是火力全开 就像是吃了九转黄昏丹 进攻的节奏也得到了提升 原本想要保持体力 来应对后面的车轮大战 但是这次双方不得不破釜沉舟 加时赛的对决中 波球的扫踢就像一根鞭子 一腿接一腿的抽打着维恩 相比前三轮的波球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波球 也是因为在加时赛的进攻 最终波球拿下了这场的胜利 随着武恩的头像正式下线 下一轮的对手也浮出了水面 小比类卷贵之 日本最强的选手之一 齐真空主到黑带出身 曾经在出道的第二场比赛 就击败了日本最强拳王魔杀斗 而此时的黑小的波球 在日本并没有太大的名气 无论是全民 还是掌控赔率的博彩公司 几乎是没有人看好这个外来的和尚 片刻的休息过后 卷贵之和波球再次回到了一台 而卷贵之不知道的是 这场半决赛的对决 即将载入波球的高光极紧 也注定会成为卷贵之 职业生涯以来最大的耻辱 手回合开始 经过上一场的热身 双方直接进入到状态 波球的进攻也正式启动 这位腿砍芭蕉术的男人 果然开局就是用低扫踢问候 随后双方又是一波护换卷腿 吃亏之后的卷贵之 身体不断的向后撤退 对手进入角落之后 波球也快速补上一剂高扫踢 对手的反应极快 在单臂接腿之后连续低扫 波球被扫了一个重心不稳 随后狼狈地倒在地上 爬起来后的波球 满脸写着愤怒和不屑 或许很多人看过这个画面 但很少有人知道 这个动作为何会激怒波球 在比赛的规则中 对手可以用手接腿 甚至可以再次进攻 但是问题来了 规则只允许进攻一次 而这场比赛的卷贵之 却在低扫失败之后 紧跟着又故意补伤了一腿 这个肮脏的犯规动作 不仅激起了波球的斗志 也得到裁判的口头警告 接下来波球化身为复仇者联盟 即将开始一场 最疯狂的复仇计划 波球击辅后进身缠暴 随后小腿一扮 小手一甩 利用身体的惯性力量 轻松把卷贵之摔在了地上 站起来后比赛继续 波球再次进身缠暴 一个撞膝分散对手注意力 洛丽的同时已经完成了布局 再一次把卷贵之扔在了地上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事不过三 但是只可惜 波球人家是泰国的 出拳只是为了干扰 看着你优美的躺下 才是波球最大的乐趣 目前的卷贵之 已经是经历了三起三落 就让我们跟着波球的节奏 一起数一数短短的三个回合 波球究竟能摔它多少次 不服 质疑 迷茫 再到最后的彻底绝望 从对手的痛苦面具 可以感受到心态的崩溃 日本格斗界的高手 在泰国王波球面前 就像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布偶娃娃 被波球摔了又摔 摔了再摔 就连现场的日本大妈 今天连菜都不去买了 专程买了现场的门票 来为本国的拳手勒鼓助威 但是看完这场比赛 却是满脸的恨铁不成钢 日本第二又怎样 照样被当场玩成了沙包 这就是波球的实力象征 观众也不尽的好奇 这个又黑又强壮的男人 实力的天花板究竟在哪 同时另一边的私人组 也选出了半决赛的强者 他就是日本排名第一 也是上一季的麦克斯冠军 江湖人称银狼的摩沙豆 注意银是金银的银 他是日本最受欢迎的冠军 也是日本最讲武的的舞者 在格斗擂台上 他打拳干净 绝对不搞小动作 在现实生活中 他强悍且犀利的拳头 也永远不会向普通人出手 曾经在2013年 在东京新宿的街头 摩沙豆完成训练后回家 在途中碰到了一群喝醉酒的醉汉 他们不仅言于挑衅 更是对摩沙豆大打出手 按照摩沙豆的实力 对付三五个普通人不成问题 更何况是喝醉酒的街头醉汉 但最终的结果 摩沙豆被对方打了浑身是血 最终被路人发现后送到了医院 即便如此 他也始终没有还手 后来在采访中表示 他们只是喝醉了酒 我也只是挨了顿打 作为一名舞者 我有着自己的舞者精神 持强而不凌弱 或许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武德 继续回到故事主线 经过层层的激烈厮 波球和摩沙豆挺进了决赛 即将决出当晚的真正冠军 这晚的摩沙豆 注定背负着日本全迷的希望 而这位被寄予厚望的超级冠军 也将遇到职业生涯的最大困境 甚至是刷新他对高手的重新定义 而波球命运的齿轮 也在这一刻开始转动 波球吸力的腿法 让摩沙豆无比的难受 大刀扣斧的低扫踢 直插心脏的正踹踢 一腿接一腿的进攻 踢走摩沙豆是退无可退 摩沙豆刚想进攻 可还没来及起腿 就被波球一脚踹到了边绳 波球将腿法的暴力美学 在这次发挥到了极致 摩沙豆虽然拳法行云流水 技术细腻且穿透力十足 但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 波球却不给他半点机会 远距离就用踢踢 近距离就用撞吸 中远距离死死控制 摩沙豆完全无法近身拼拳 去年就是用拳法干掉克劳斯 但今天摩沙豆的拳法却很难碰到波球 第一回合波球这边率先拿下 第二回合开始 摩沙豆开始改变战术 首先避免和波球同一条直线 再通过游走的方式对付波球 但无奈波球的双腿 就像两只手臂一样灵活 更想两把锋利的屠夫砍刀 不断向摩沙豆挥舞的同时 也在一步步的瓦解他的斗志 这种感觉谁又能懂 摩沙豆被称为日本第一 也是上一届的最强冠军 但却被突然杀出来的无名少年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甚至是场面狼狈不堪 就连现场的解说也不禁感叹 摩沙豆这次恐怕是要翻车了 因为在今晚之前 摩沙豆甚至所有人 都没有把波球放在眼里 其实摩沙豆并非没有机会 就在第二回合当中 他冷不定立即中拳 险些改变局面 力挽狂澜 根据波球的赛后回忆 就是因为这一拳当时差点让他倒带了一台 被击中后的波球 踢击的节奏也逐渐放慢 摩沙豆也逮住了拼拳的机会 可是双方一旦近身 就被波球在内围缠暴 随后就是疯狂的骨头撞膝 比赛进入了第三回合 这也是双方的冠军回合 双方就像打了鸡血 在拼拳换腿的过程中 摩沙豆再次被打了出来 接下来波球也拿出了第二把武器 孤头撞膝 连绵不绝了大力撞膝 再加上拳腿的完美组合 如此刚猛霸道的立体打法 换走其他人或许早就下课 但摩沙豆却凭借着坚强的意志 愣是咬碎了牙坚持了下来 不得不说 痘痘的确十分的变态 但是很可惜 他终于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今天他注定会成为 波球封神路上的垫脚石 当结束铃声响起 摩沙豆是满脸的失落 波球也站上了鞭绳 开始庆祝 庆祝他将成为王者 庆祝他在这晚屹立山巅 但是接下来 主办方的骚操作 却向所有的观众大跌眼镜 三个回合的较量 波球已经是大比分领先 但裁判却宣布了双方平局 必须再来一场加实赛 才能绝书本场的胜利 听到这里 两位选手是心里暗自骂娘 波球骂的是裁判了不公 摩沙豆骂的是裁判太坑爹 好不容易扛过了三个回合 你却跟老子硬是再加了一回合 第四回合波球算是看透了 你日本裁判的心 简直比我的皮肤还要黑 如果不打出巨大的优势 恐怕这一晚的努力 都要被这些裁判给偷去 所以你会看到波球 拼了命的压榨自己最后的体能 你要知道 波球已经连续作战11个回合 就算是当年最刚猛的男人 到了此时也已经游进灯枯 所以这一战 他们注定会载入K1的实测 这场比赛 铁了心要摧毁对手的波球 也把摩沙豆打成了重伤 根据江湖传闻 摩沙豆毕竟没踢到尿血 还在这场比赛中断了勒骨 波球也向全世界正式宣告 K170公斤这个级别 正式的改朝换代 新王强势登机 失败者只能颓然流泪 黯然离场 你可以试着想象一下 一个在当时的日本 很少有人听过了名字 头一回出场 就横扫了所有的高手 这种武侠小说的经典桥段 却在格斗了一台真实上演 你说这算不算是 百里挑一的武学奇才 一身油黑的皮肤 犹如一股黑色旋风 用无懈可击的内威撞兮 和杀伤力十足的连续扫梯 在一个晚上打出了两场 流传至今的经典之战 彻底席卷了那个时代 风起云涌的棋拳战场 成为了当年最大的黑马 但此时的波球 还是一个不够全面的年轻人 他有着荷尔蒙爆棚的英雄主义 也是带时光雕琢的浦玉 2005年锦标赛 波球再次打进了总决赛 但是赛事的规则已经改变 不仅禁止了连续撞兮的使用 也削弱了腿法的得分 前面提过波球两大核心武器 就是死磕到底的西法 和西里如边的腿法 所以在2005年的总决赛中 他以判定的方式 输给了荷兰选手安迪苏瓦 波球也迎获得福 开启了技术上的完美蜕变 通过这场比赛 波球和团队也开始发现 自己带拳法上的不足 回到泰国之后 团队聘请了拳击教练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去强化波球拳法的精准和穿透力 最终在2006年的总决赛 两位老冤家再次冰龙相见 波球就用这一年苦练了拳法 亲手终结安迪苏瓦成功复仇 在当时神仙打压的年代里 波球硬是凭借着一己之力 把世界的格斗水平拔高了一截 成为K1首位 赢下两届比赛的真正王者 如果你要问我 波球什么时候成名 我会告诉你是2004年 但如果你继续问我 哪一年的波球实力最强 我想莫过于2006年 冰冷寒风 撕碎孤寂夜空 战斗海潮 蒙勇男人心胸 时至今日 同日期的三位天王 都已经全部隐退江湖 只剩下41岁的波球 孤军奋战 问起他为什么还在坚持 还是那句话 他想尽可能的维护 属于他们时代的最后尊严 好了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还没有关注的朋友 记得点个关注 也欢迎在留言区 聊聊你的看法 我是格斗大视野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看脏 不要 我还没在子历连 Keller 太佳 我还没在子历连 我还没在子历连 我不在子历连 texted 给我的 来 我 你